你切哪一个语系 它就会是正确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OK 特别就是不是只有做一半的 而是做全部的 比如说原来是 切过来 按厚建长按的话 它可以让我切换 我刚刚执行过的那个专案 那把它切过来 刚刚没按到 按住不要放 点这边一下 OK 你会发现如果按转换 这个讯息也会跟着全部改变 而不是只有半道 刚刚是全部英文嘛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有做英文 那至于那个什么日文韩文其他文 那个可能你们自己有时间自己在做 因为真的很花时间 随便要转换几个就 没办法一下马上玩 所以大概就把英文 的环境给做出来 那里面大概要做哪一些 第一个当然不外乎就是我们刚刚的 这个跟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一个跟这个就有问题 特别之后 那这两个呢 它没有办法用选的 不像那个在 界面上面的 你直接用选的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OK 这边可以用这个如果刚刚的部分是直接 从这边去做选取 那如果说程式部分的话 那必须直接从哪边去做修改 特别注意 第1个 你要先在那个 换了 要改哪 这个东西 那没有办法直接在那个 我们用选的 所以程式部分 这个只能用打程式方 那如何产生我们要的这两个讯息 第1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样要先在Values里面 特别就是在那个Values 我只有产生一个En 其他如果你要多做的话 你就是 我先做一个那个Values Values里面 这个 原来语系档 我大概产生了一个英里 转换 有没有 这个 跟时速公里 这两个 有没有 如果你有两 两个字串 那这两个字串呢 你也要把它 搬到这里面来 第1个 第2的话呢 一样把这个Values 把这个Swing存档 然后把这个Values 复制 贴下去 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英文的好了 其他都一样 把这个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请你自己做翻译吧 翻译就是把它看什么字 打什么 转一下 OK 转完之后的话 上面两个应该比较简单 下面两个 如何取得 特别之后 以后 如果你有一些字串支援档 假如它是放在Swing 里面的话 你如何取得 其实方法都很简单 怎么做 怎么把它Gate Gate两个字串 所以呢 如果我要Gate这两个字串 而是当 程式执行的时候 那怎么做 第一个 请你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一个Swing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请你先建一个那个Swing的那个 那个 物件 假设我第一个是Swing1 就S1好了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Swing 里面的东西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要 去取得那个Swing里面的东西 有一个方法 叫做Gate 请你打个Gate 它就跳出来 GateSwing 有没有 点两下 那那个Swing在哪里呢 在我的 登录档里面 特别之后 变全新 登录档里面 这个大R 那因为如果说你将来 你有在这里面加了一些字串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在那个大R里面登录 点什么呢 点之后的话 请你打上那个 这个怎么自动就变成全新 OK 大R之后的点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点 点之后 请你找要一个Swing 在大R登录档里面有个Swing 再点一下 那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有bug 还是说直接把那个新注音 切成英文好了 不然它一直跳全新 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Swing里面 我刚不是见了两个吗 一个叫Speed 这个叫Speed 它的Key Speed 它的Value是Speed 一个Key是Km 它里面的Value是Km 如果说我要取得的话 特别之后 可以用 GateSwing 用大R 点Swing里面的话 去抓到 比如说我这个是时数 第一个S1是时数 那我就找到那个Speed OK 后面加一个 分号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串 复制一下 因为底下的那个S2 假设S2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呢 物件名称 那个字串名称 叫S2 Gate的话呢 就不是Speed 是另外一个是公里 就下面这个 电 Km 这个会出来了 点两下 好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关键在哪里 GateSwing OK 所以以后的话呢 你把 那个 字串支援档 放在 那个Swing里面 用GateSwing 后面加一个大R Swing里面去抓到 那个Key 对应的话 一定是这个Key的名称 OK 所以这样抓过来 我们就已经把 字串支援档 如果他现在环境里面 是中文的 他就去 这个Value 中文里面去抓 如果是英文的话 他就去英文里面抓 抓过来一样是放在S1跟S2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后面这个 时数怎么样 改成S1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改成什么 S2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也可以达到什么 除了界面上面的多个语系之外 程式里面也可以多个语系 OK 以后反正呢 只要有讯息 你通通一样 全部都建 字串支援档里面 然后再给他对应一下 也可以完成 关键就是 GateSwing 这个还蛮好用的 做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执行一下 基本上 可能要执 这个地方 你如果在 这个画面 我们用切换的 这个应该看不太出来 Default 原来是中文的 然后这个英文 因为他没有执行嘛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最后的结果的话 恐怕还是必须 从这边去做 转换 现在是中文的 那你home 回到原来 或者在手机里面 在menu 里面呢 去设定那个 你的那个系统 把你的那个 语言的部分 假如现在是 繁体的 你就把它改成英文的 英文的话 我想你就挑一个啦 一般我是挑那个 英文里面有个叫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就美国嘛 OK 这一个 那你切过来之后的话呢 你再 按home键 按住不要放 他会把你刚刚执行过的 App 直接点一下 那我就执行这一个 那你会发现 一样40公里 有没有 Speed 64.4km 就出来 那这样也就是所有的讯息啦 反正不管 你只要是讯息 你通通都建支援 支援档 这样 显示出来的 那就全部都会是 那个 全套的 而不是只有一半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主要改完的那个程式 也有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那个最后完成的 我在我们那个 英里 转公里的那个云端的 白板里面 也有放最下面一个多国语系 也就是当然你要先产生一个 自传支援档 然后呢再透过那个 GAT3 这个地方GAT3 蛮好用的 所以以后你有什么样的 关键字 你希望呢 能够 常常用到的 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 把它放在 自传支援档里面 需要的时候呢 你再用 GAT3 然后配合那个 R.3 你打个大R 它有一个登录档 只要你 曾经在 Swing里面 产生过的那个 Key 跟Value 那你 只要去 GAT它的Key 它就会 帮你把 里面的自传 通通抓过来 OK 所以这个其实用途还 蛮多的 蛮多的 你当然在Swing里面的话 可以放蛮多东西的 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好 好